啊 爸今天晚上邀请 帅姨回家吃饭 他们这是公开承认了是吗 什么 他要请沈宇航 爸这是老糊涂了吗 他为什么要请沈宇航回家呀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沈宇航居然要去天心家吃饭 难道伯父对他有好感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方伯父你放心 我大概五分钟以后就赶到 好嘞好嘞好嘞 拜拜 什么情况这是 外面有人吗 先去吃饭 请我查查 不着急慢慢吃 这挡着你了是吧 我这搬家呢你看看 你搬家也不能挡我门口啊 是啊我这 我我我努力了 我一个人我也搬不动了是 我现在赶紧叫人把他搬走 我有急事的 那行 那你等会啊 我这赶紧叫人家 快点 不好意思 有没有人啊 我告诉你们 再不来人我可报警了 你竟然就待在那儿吧 你出不来 王硕 对 就是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想干什么 你要跟你一吃饭去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是没法的 你告诉我 我翻家 我翻家 我要怎么办 你这是限制人身自由 你够我吗 我 你别推了 死神 方律师的不是应该很准时吗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来呀 奇怪了啊 不好意思让你等那么久 没事 辛苦了 没事 哥 要不先吃吧 那你先吃吧 先吃吧 老高 来来来 先吃饭去 好 好 你就坐这儿就坐这儿啊 来 救救 天心 把我回来住了 爸 人呢 天心 回来了 爸 小雪也一起回来了 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呀 怎么俩 你们俩都喝酒了 我们就友好的喝了三瓶啤酒 就三瓶 既然都回来了 就坐下来 大家一起吃饭吧 你坐了我的位置 那老高 来 坐到我这儿来吧 好 我还真是饿了 回家吃饭是要给钱的 没关系 我带了 天心 你这是干吗呢 可可 你也坐下来吃吧 我还不饿 我待会儿吃啊 吃饭了 吃饭了 天心 你这是干吗呀 吃饭呀 你就是这样吃饭的吗 怎么说我也是你爸请来的客人 你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为人嘛 突然间就变了 爸 你说这是为了谁啊 谢谢 帅姨 你的眼神好凶啊 好可怕呀 是啊 太可怕了 你们俩喝完酒怎么那么可怕呀 真不好意思啊 他们喝酒了别跟他们计较 爸 你的女朋友真的好凶啊 听见不过就是回来晚了 吃饭着急了一点 帅姨就开始教训他 真的好可怕呀 别怕别怕别怕 好 看样子 今天 我很不适合在这吃饭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饭还没吃呢 吃饭的机会有的是啊 住这么近 我想来就来了 不好意思 我走了 我送你 你说想来就来 谁让他来 今天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真是不好意思的 虽然饭没吃上 但计划成功了 天心回来了 你高兴吧 我请你到外面吃 不用 只要你高兴就好 可是有些话 我还是想跟你说 他们都那么大了 你不用太担心他们了 不是让你 为自己多想一想吗 多考虑自己一点吧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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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为自己着想 我才做这个决定的 好 你去面坊等我 我有东西拿给你啊 什么东西啊 可以啊 厉害嘛 我看见那个脸啊 其实都白了 再好脸皮的人 也不敢再来了 可可 你也有份啊 你看看你们这些 已婚的 离婚的 大力未婚的 全都是一群熊孩子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可可你别忘了 你帅哥还是你老板呢 所以我坐那儿去了呀 你管我的事 就你精啊 吃了 可可 你就是临阵脱逃 来 来 久违了我的床 回到家好舒服呀 沈宇航怎么没来啊 我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我 只要有我在 我就不可能让你 骚扰你 喂 晚饭已经结束了 好好好 知道 知道 都吃饱了吧 来 好 三 二 一 走 你看看 搬家这确实是 不好意思啊 王总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幼稚吗 是啊 所以说啊 我跟你说 应该像个男人一样 对不对 喜欢就好好喜欢 分开了就永远不要在面前 这才是一个前人应该做的 你说这个道理 你要是早明白的话 我至于今天这么分析啊 我至于今天这么分析啊